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的作品应该一个接一个的发布 粉丝圈也开始造团 这是极不寻常的事情 据说王一博的粉丝圈是一群懒猫的集散地 数据频频不尽人意 懒得点赞和写字 但网站很个人 怎么说呢 据说王一博的粉丝圈是一群懒猫的集散地 不知道为什么 六位亲人似乎并没有注意到 这节东西的气势是强大而坚决的 王一博是一个专注力很强的人 他只对引起他注意的事物感兴趣 当不这样做时 他以低频模式运行 老实说 他的追随者都是一样的 作为旁观者的身份 然而 很明显 大支持者们对他们已经开始了球队建设阶段的事实感到吃惊 这组特殊的情况代表了一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被观察到的模式 这一次 他是如此乐观 以至于让人有点发疯 王一博的作品有没有可能很快面世 下半年的人气一定要给我们的王一博 正是这种节奏 让他离开了这么久 终于出来工作了 庞大的支持者们的指导 必须要有方向感 至少要有一点点的见识 然而 在这个组队活动中 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绘画方式 也就是说 有非常庞大的粉丝群 很多群体都处于满负荷状态 尽管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但行动力量中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证据表明这只猫相当懒惰 与人交谈以参与乐趣是必须的 关注王一博是最重要的 这种兴致的劳动有些机械 一句话 昏昏欲睡 粉丝们很不情愿地承认 一个十分钟就能解决的话题 四十分钟是解决不了的 很明显 这项活动非同寻常 所以 你不要指望猫会起作用 我能给你面子 是因为王一博 说实话 王一博的职业状况也同样令人不安 每年半年多于一次或两次自拍 绝对被认为是高频率 当他从事活动时 他会大吃一惊 你 我一下子给你一顿猛烈的午餐 然后整整六个月都不开车 太王一博了 人们普遍认为 王一博的风格飘忽不定 但事实并非如此 主要原因是热度已经很高 热度已经太强了 我知道潜水的人数 我注意到他们一直在监视他 今年下半年王一博的作品究竟什么时候可以上架 最初 我认为冰雪奇缘会在今年6月上映 但是 作为审判的直接结果 没有任何迹象 因此 忘记他 更别提了 No Name和Peacekeeping and Riot Squad的最后几集将如何上演并不完全清楚 大概率会在暑假期间得出结论 不过 受疫情影响 凑齐制作作品的公司都在争相排片 此外 这两部电影都是主流商业制作 需要可靠的档期 至此 天空之王已被证明是干扰最少 可靠性最高的一个 主题新影新影 是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 今年下半年很可能是王一博演艺事业的重要转折点 确定未来在电影的道路上将如何发展 以及人们对已创作的作品有何反应 这一点非常重要 事实上 我没有任何顾虑 召集大家一起上网是他的行为 最重要的是要确定他是否不仅能驾驭好剧情 还能驾驭口碑和票房 就算粉丝热情 就算在嚣张 在电影里 毕竟粉丝的盘子还小 毕竟影院在乎的是作品的口碑和收视度 但他们真正要的是票房 平台上有一些新的限制可以关注 例如非关注者只能发送一次直接消息的限制 王一博的支持者 应该设置自动回复 追星少女们除了在三维度生活之外 大部分时间都在对自己的艺人历史进行考古 并以树洞的形式讨论艺人的私信 这是他们每天从事的最常见的活动 根据社交媒体平台上实施的一项新规则 一方只能向另一方发送私人消息 除非对方有回复 如果双方不涉及双向运作的关系 则是用此规则 我认为这个规定背后的想法是好的 我认为它有助于减少在粉丝圈内交流的私人信息和侮辱的数量 另一方面 一些音乐人已经在社交网站上开通了私信 以便立即回复 粉丝甚至可以播放 对喜欢王一博作品的人来说是快乐的 也是不幸的 你应该知道 王一博维护的社交平台是一个知名的广告摊位 除了转发金主爸爸写的博客 还转发央视各种庆祝活动的报道 有人可能会说他是这个社交网站的唯一预期用户 他是完成工作的工具 曾几何时 他还是个会在社交平台上分享日常生活的孩子 但是 因为大气候 所有的艺人都没有勇气随心所欲的分享 尽管他从未利用社交网络作为与粉丝分享他日常生活的场所 但他承认这是他的追随者与他联系最紧密的地方 如果他掌握了任何最新趋势 总会第一个知道这些趋势 无论这种趋势可能是有益还是有害 粉丝们习惯于在他的私信中与他交谈 有些人分享他们日常生活的高潮和低谷 有些人不怕讨论喝了几杯后的感受 有些人为他祈祷 希望他有好运 还有一些人认为他是一个同胞粉丝 舒冬 那些重要的 无关紧要的东西送给他的回忆 日常生活中还会有早安和晚安的问候 虽然只是临时出差 但给人的感觉是王一博真心实意的与大家同在 当王一博被剧组关掉 拍《天空之王》等不常露面的电影时 有多少粉丝无法表达自己的感受 唯一敢告诉他的方式就是送他知道王一博绝对不会看的私信 明知王一博永远不会看他们的私信 但有多少粉丝假装是王一博年迈的妈妈 每天都在看王一博所在的天气 即使他们知道他永远不会阅读他们的信息 但他们仍然坚持提醒他穿上和脱下衣服 有时候 追星很长一段时间后 粉丝们不再需要知道明星在做什么 但是 他们确实知道星星非常好 并且有一个位置可以传达他们向对星星说的内容 王一博设计平台私信位置太赞了 问题是 某些粉丝已经无法进入这个位置 因为他们已经利用了与王一博交谈的唯一机会 而另一个位置已经被标上了红色标志 如果假设此时王一博开启了自动回复功能 那么该账号将无法再与王一博交流 对此 不少粉丝也在王一博的账号下留言 希望他能像其他艺人一样开启自动回复 但仔细一想 也知道不太可能 因为他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气质 他以符合他个性的方式回应粉丝 粉丝们也只是说说而已 不可能是有这种能力的人 然而 没有绝对真理这回事 在某些情况下 向王一博发送带有许多红色标签的私信是合适的 粉丝在未来某个时候发现他一直在自动回复他们的消息 这难道不会令人震惊吗 青年演员王一博凭借作品登上亚太最佳艺人榜单第一名 其中前三名中的两位 随着亚太最佳艺人大赛正式结果的公布 年轻演员王一博的振奋消息不断传出 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漫长比赛中 艺人的排名竞争异常激烈 王一博凭借作品陈情岭和有飞分别获得一 三等奖 在众多艺术家中脱颖而出 这两件作品的名字都叫陈情岭 王一博是目前唯一一位在两部作品中同时扮演两个角色进入前三的最佳艺术家 也使他成为唯一获得这一殊荣的艺术家 我们深知 王一博饰演的韩广军一角 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在试镜的过程中 不光是我两次过关 也是因为画面之间的联系 由于我独居 性格坚韧 非常适合蓝忘机这个角色 事实上 制作人杨夏看到王一博到来的时候 立刻就觉得王一博就是从书里走出来的蓝忘机 结果他的评估是正确的 不仅观众认可了王一博的演技 而且他在剧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获得了多项荣誉 这一次 他以21534414的人气值成功夺冠 也是当之无愧的 观众在正常情况下看一部电影或电视剧的时候 都有一种代入感的倾向 很容易把人物和演员本身等同起来 这可能会让观众感到困惑 观众的目光被吸引到了饰演王一博剑谈角色的谢云身上 就像大家都认为王一博会一直扮演那个冷酷无情的角色一样 王一博身后的舞蹈功底 让他在拍摄武侠动作 细时具有明显的优势 这一优势尤为明显 谢美美的机智 幽默 成书 责任感 都在整齐的才艺和刻画 无数细微差别的眼神下 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在这一点上 假设19871904的热职足以获得第三名 这并非没有道理 庆贺王一博能够拿下最佳艺人冠军 凭借自己早期的作品获得继军 在当时的情况下是绝对合适的 毫无疑问 一部出色的作品离不开主创团队 以及全体演员和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 但不可否认 同一演员的两部作品同时进入前三名 这也是极为罕见的情况 毫无疑问 王一博除了是一名优秀的年轻演员外 还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和高品质的偶像 尤其是在他与合作者的努力取得了非凡的成果之后 相关的公益优势得到了释放 有证据表明 广大网民的共识其实是高度准确的 有机会与自己的英雄一起为改善公益事业而努力 对于最有才华的艺术家的排名也具有更大的意义 也正是因为已经播出的作品口碑极佳 以及王一博这两年演技的不可否认的发展 让他的呆波作品备受期待 更多的 就连翻拍多次的电视剧《冰宇》与烈火也成为了2022年下半年最受期待的电视剧 这发生在《冰宇与烈火》预告片发布一年零两个月后 双形版 王一博也成为了最受期待的电视剧 最受炒作的年轻演员之一 有很多证据表明 王一博早已成为优质作品和高收视率的代名词 观众对演员的身份也有了深刻的认识 这张由网友开发的王一博人物近级表在 我看来是非常酷的 对六个不同的角色进行了六项改进 不仅资源转化率达到了最高分 而且将王一博作为演员一步步呈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并在三个维度上进行了渲染 发现并不稀奇在星光熠熠的娱乐界 尴尬的公告和强大的热门歌曲 但创作原创作品并产生积极的口碑可能具有挑战性 追随者的争夺 甩过 抢战已经司空见惯 而演技本身却成为名利的鲜明对比 无论生态系统多么复杂 总会有从木制品中走出来的黑马 近年来 王一博成为这类黑马的典范 短短几年 他不仅凭借自己的演技和技巧在电视上获得了奖项 而且还成功地踏入了电影圈的大门 事实上 无论有多少作品 角色或荣誉 如果他们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继续受到观众的喜爱 这就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 王一博刚出道 能取得如此惊人的成绩 绝对不简单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 王一博既成了历代艺人的高尚品德 却在事业上不断取得可观的进步 这样一个年轻人 怎么可能不走运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